老師,我按串流了 謝謝老師,謝謝老師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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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说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或是Editor或是讀者到底會花多少時間決定你這篇paper要不要繼續讀下去 你如果說前幾句還是後幾句你都沒有講出來的話 那他們就會開始失去這些interest 所以你要開始定義出你重要的結果是什麼 那我還是回去就是說 你如果說你寫到discussion之後 你都還不知道你重要的結果是什麼 某一方面那也是出了問題 所以這個是算一個過程 然後你要探討但不是重生 就是說你的結果是這樣子 你不用再討厭說我們的結果是這樣 我們的結果是這樣 我們的結果是這樣 你應該是說我們結果代表了什麼意義 代表了什麼意義之後 它這整個框架的重要性又是什麼 你如果說我們做出A A代表B 那B這整個東西在整個領域或是整個環境 Ecosystem裡面又代表了什麼 重不重要 還是說它其實跟之前的發表的結果是差不多的 你要去做個比較 那這時候 那這時候其實很多人會發生的錯誤就是說 你要有一點公正性 這個有點難 就是說很多時間就是你會不小心或是真的就 有一方面 有一方面也是你可能對這個領域了解的沒有那麼多 所以你變成說你少讀了一些很重要的Key Papers 然後你沒有去Site他們 然後那些結果剛好可能又是跟你所做出來的結果是不太一樣的 那這個如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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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一方面我們這些結果也是很重要 因為它在這個系統可能是代表了這樣的意思 不能因為就是 其他的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就不去Site他們 這個有時候這是一開始會常發生的事情 我自己一開始也會做 也會不小心踏入這種陷阱 然後再來就是局限性 你A代表B 我們整個結果代表是什麼 它的局限性是什麼 它是不是只能解釋這樣的 這好幾個系統裡面的其中一個系統 還是它可以解決全世界的問題 它的局限性到什麼 不是就是說 我們解決 我們發現了這個東西 然後很重要 那它是不是就可以解決世界的問題 沒有 你要去設一個框架就是說 它目前的limitation是什麼 解決了什麼 那在某一方面也是說 代表還有什麼沒有被解決 那再來是未來 就是說你發現了這些東西之後 世界更美好之後 還有什麼 你還可以 那你要讓讀者知道 我們做了這些好的研究 但是之後還可以怎麼去做 那某一方面你的setting point也是 因為你們的結果 因為我們這樣做出的結果 世界每個科學家 或是整個科學的眼界更大 或是整個答案被解決 在這樣的認知之下 我們接下來可以做些什麼 那些的 那這樣的potential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 對 把 放了 放了前這兩張之後 寫discution我會覺得說很簡單 但是把它寫好是最難 這次有點complet 那 因為第一個 我剛才說過 最重要的結果放在哪裡 如果你 你一個研究 你做了兩三年 你覺得每個都很重要 那你怎麼把它串連起來 那你怎麼把它串連起來之後 又讓讀者在最短的時間裡面 知道你這些重要的結果 到底是什麼 這個就是有點難 不管是中文英文寫作就是這樣子 然後探討結果 但不是重生 很多人可能覺得 這就是一個同一個結果 那 然後不小心就是說 我們把同一個結果 在discution裡面 用很多不同的方式寫出來 但是它還是同一個結果 你不用去重生 因為你 你結果就只有一個 好 然後 你的結果 跟你一開始做此項研究的目的是一致的嗎 好 你為了 這個有趣的問題 這個假說 你做出一些設定 你找到一些結果 那這個結果跟你一開始所設定的假說 是對的還是錯的 好 那 我覺得science是要這樣走 那有些人當然是會說 我們結果做出來之後 把假說改一改這樣 這樣寫tator可能會比較簡單 好 不是這樣子 某一方面它也代表你的專業度 一個研究者所做的專業度 你假說一開始就設定 好 做相關的實驗之後 這樣結果 再去討論 再來 對 你的結果跟支持一開始的觀點 然後 你做錯的結果 你覺得是這樣子 但是 它有沒有可能用另外一個觀點來解釋 好 你說 我們做出了A 那A代表了B 但是它有沒有可能代表C或D或E 好 那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他們可能會代表CD或是E 好 但是以這樣公正性的去批判之後 你還是覺得它還是就代表B 那這樣的重要性重不重要 你應該這樣去討論 那再對 我說的重要性的解釋吧 要把它寫得很重要 但不能誇大 你 當然這個是 不同領域都不一樣 有些領域當然就是說 我們發表這個東西 就可以解決世界 世界的問題還是怎麼樣 然後有些人 有些 也看科學 研究者自己的Style 英國跟美國可能又不太一樣 然後有 不同老師 有些老師比較喜歡就是說 比較誇大 然後有些會比較寫的 比較Suttle 這其實沒有所謂對錯 這某一方面是寫法的Style 再來我說結果的局限性 你局限性是一定要講 因為要公正 然後也要專業 但是 但是你也不能就是把自己就是批判的一文不值 你說我們做A跟B 但是跟隔壁實驗室比 我們完全是不行的 這個這個沒有沒有這樣 那這個 again就是寫法的問題 再來一定會有所謂的 Inconclusive的結果 那個要怎麼寫 你做了這些東西 但是你要畢業了 但是這些已經是很多結果 但是他還不能去就是去解決 可能是你一個這個領域很重要的問題 那你在這時候你要怎麼寫 這些階段性的結果 你要怎麼去寫 那 again這個要其實是非常非常難的 那也只能是靠練習去慢慢解決它 那怎麼寫 第一個先了解你的讀者群 當然我現在今天大部分都講 可能都是Manuscript 但是 或是要去發表 早上有老師說是給全世界的研究者去看 那當然你寫給你爸爸媽媽或是男朋友女朋友的家書 就不用寫的這樣 那 怎麼去把它寫好 真的就是需要一個好的架構 你 你架構有一個 那這個架構其實每個人都不一樣 有些人會覺得這個架構比較好 因為這樣比較清楚 那有些人會覺得這個架構比較好 因為可以把故事解釋得更 更流暢 但是 但是 所以沒有所謂的concensus 那這個也是要 像上文老師說 你會 踏入這個領域或是開始寫的時候 你會漸漸找到自己喜歡的東西 那這個跟 again跟你 所學習 所看的文獻 是一樣的 你看的越多 你就知道真的哪些是不太好的 哪些是不錯的 哪些是你想去follow的 那你有所謂的role model 那不管是研究上面或是寫法 其實都是 那你可不可以去模仿或是說 這個是你以後你要寫的style 就像如果說讀小說的話 你一定會有你喜歡的寫作家 或你不太喜歡的寫作家 那這個在 我覺得在science也是一樣 那 如果 again 如果不好寫 我說不好寫是那種 你真的都寫不出來 然後你找不到任何有趣的東西 那真的就是要回去 你的結果 到底哪邊出了錯 是框架問題還是怎麼樣 還是怎麼樣 假說 不夠嚴謹還是怎麼樣 再 再重新去revise一次 好那 我先很快講一下兩個style 那 第一個style是 這是我博士班老師 然後我是做遺傳學的 那 他那時候 覺得 覺得 或是我寫的第一篇paper 他是給我這樣的想法 真的是寫到 寫到快 對嗎 就是說他說寫paper 真的就是像個故事一樣 寫到讀者欲罷不門 從一開始讀 就不想放下 然後讀完會真的感覺 哇 這個是超棒的paper 然後這不是一個paper 然後是一個很classic 可以去define 一整個領域的東西 那 但是這個途中 討論還是 結果還是要精確啊 重要性還是要講啊 然後 但是是要很輕鬆的方式講出來 但是讀者 就是知道了解這個領域的讀者 看到會當頭棒的 好 好 那 對 那我會建議就是說 如果一開始 你就知道你的博士班老師 是這樣的style的話 你可能 會花比較多的心力去畢業 這樣子 但是 但是 學到很多 這是第一個 那 我在做博后的時候 有有點 領域有點不太一樣 是基因體學 他很 他的看法就是說 誒 資量很大 結果很多 你也不能 繞繞等 就是把那些都寫 寫出來 然後再去討論 所以結果 其實 結果要整理出來 要讓去讀者 去了解到整個研究整體 我們整個研究點 跟全面性的話 你的寫法 一定要簡潔 跟精準 因為你看到就是這樣子 你不能讓 因為資料太多了 你不能就是 馬馬糊糊 就是 或不是說馬馬糊糊 就是有一些 形容詞說 誒這個就是這樣 這個那個就是那樣 你要非常非常精準去講 然後 那 但是又不能失去他的有趣度 對不對 因為你不能就是 每個都像機器的 這樣去 describe一個東西 然後 但是一定要精準 然後如果一句話 可以把結果講出來的話 那看可不可以再用半句話去講 好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是這樣 那你可以看出兩個style 是非常非常不一樣的 那 那 嗯 也沒有所謂的對錯 那 我現在本身自己寫法 都是偏我薄厚的寫法 主持人的寫法 把東西盡量精準 然後 但是不失去他的有趣度 但是我person 我個人覺得我寫最好的 還是我的第一篇論文 但是那個可能是 不知道 對 就是寫完之後 好 可能是用寫去寫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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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還是覺得 style來說 好 第一篇 paper 是 是我本身 覺得 我寫過最好的 但是 但是 Again 這個沒有所謂對錯 那也是要靠你自己的經驗 去 去試 好 然後 當然就是 style to avoid 你不想 不想寫成什麼樣的討論 好 第一個就是史詩級的討論 好 就是 欸 寫寫寫寫寫超長的 然後基本上把result還是什麼 都重新再寫一次 重新再重生一次 然後就是寫到最後就是三部曲 然後 然後 對 那個真的就是太長 對 那你也不想要這樣 那第二個就是 懸疑小說 就是 欸 謝謝謝謝 是喔 你其實還是不知道你要講什麼 或是讀者還是不知道你講什麼 你可能這邊講 那些這邊講那個 然後 欸 讀者都覺得 可能是這樣可能又是那樣 但是 到最後之後 欸 就沒了 你還是不知道 是什麼意思 再來就是報告 好 報告的話 其實如果說 我伯后的那一寫作的style 有趣度沒有把它寫好的話 說不定真的就有點像報告 我們做了這個 我們做了那個 我們發現了這個 我們發現了那個 欸 那但是它重要性到底在哪裡 對不對 所以真的就是一個很普通的報告 但是它沒有有趣心 好 再來就是童話 好 我所定義的童話就是說 你 你做了這些東西 然後 你突然就是放了一大堆 好 這個可以拯救世界 這個可以拯救世人之類的 好 就是真的是 那它真的就是一個童話 那也不應該是這樣 好 那 很快的講一下 Structures 好 那 我覺得建構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你要很系統化去講你多重要 你不可能就是這邊抽一個 那邊抽一個 然後 講這 講完這個 就講那個 講完那個 再講這個 講完之後 欸 discussion就沒了 好 你要有一個很系統化 至少讓讀者就是說 欸 可以去follow的一個stuff 好 那這是一篇paper 就是說 欸 一開始就是說 我們找到什麼 好 我們找到什麼之後 我們 補足了 哪些位置 補足了哪些位置 當然就是很重要 但是它的局限性在哪 limitation在哪裡 好 再來就是 欸 把這些講完之後 局限性對整個領域來說 是代表什麼意思 好 那這個也可以說 欸 我們之後可以做些什麼去補啊 還是怎麼樣 一些小細節 好 那再來就是 欸 這個 文章 到底 到底 對整個 研究 學術界 或是這個領域 代表了什麼 那之後可以做什麼 好 然後對 基本上到最後就是說 欸 整個科學 因為你這篇著作 是更美好 或是做得更好 好 那這些 這是一個structure 那當然 不同paper也有 就是 欸 這個另外一篇 教你怎麼寫paper 就是說 第一個還是說 欸 我們 要先說 我們 當初做這個paper 重要性 是什麼 好 因為你都已經 讀者都已經讀到intro result 都讀完了 然後要開始看 discussion的時候 他順便就忘記你這邊配合重要性 到底是什麼 或是一開始到底要做什麼 好 這個再提醒他們一下 好 然後再來就是 馬上講 你最重要的點 是哪些 你的major finding 好 一個 多個 沒關係 但是都是要把它寫得很清楚 好 或是那個flow一定要很好 對 然後再來就是 欸 跟這些現在的研究筆 好 或是那時候研究筆 發現了什麼 然後再來是 好 局限性是什麼 然後之後可以做什麼 這樣子 好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style 這個就是 欸 結果很多的話 然後重要性又很多的話 這個寫法可能比較簡單 但是讀者可能看了會比較難 會比較不滿意 就是 你每一段就是 我們發現了什麼 代表了什麼 然後 跟其他研究筆 代表了什麼 然後 然後 重要性是什麼 然後 每個major finding 都是一段 這樣子 然後 後來再次康復選 好 那這個 也不能 也不是說不能這樣寫 但是 寫這樣的缺點就是說 用這種style去寫的缺點就是說 或是去讀的時候 你如果沒有把第一個 topic 跟第二個 topic 做好的連結的話 你就會覺得 讀者就會覺得說 你真的就是 拚拚拚拚拚 把一篇paper拚出來 這樣子 但是如果說 這樣 這幾個 finding 都是有連結性的 那就是一個很好 很完整的一個study 好 那接下來講我的 寫類史 這是我PhD的第一篇論文 那 我也是有點想說 秀一下 因為 again 你寫的東西 你的研究 沒有 沒有人 沒有人 比你自己更了解 這篇圓圈 那 discussion 對,第一句 就是說 This study provides a large scale survey Sequence polymorphism 是因為 Wild East 我們 我們provide了什麼東西 然後 一個是一個large scale survey 然後 Sequence polymorphism Wild East 在一個物種裡面 好 你可以看的就是說 我們第一個是完全沒有 放數字 真的就是很general的這樣講 好 這句 這句我改了兩個禮拜 然後 對 然後第一句 其實就是把研究的初衷 跟最重要的結果 講出來 然後 欸 合起來 這樣子 再來就是 好 我們這邊 就直接講 我們的finding 是什麼 然後是代表了什麼 好 然後implies 什麼什麼什麼 好 那 對 就代表我們發現了什麼 然後 因為我們是在酵母菌去做 我們直接就是看 欸 果蠅另外一個模式物種 它的 數字 或是它的finding是什麼 好 所以其他研究發現什麼 好 所以做個比較 好 那 接下來 一段已經快結束了 好 好 我們 我們需要一些句子 就是說 我們可以帶下去 下一段 的開頭 好 所以 欸 interestingly 這個代表了什麼 好 然後也是可以拿來代錄下一段 好 所以有一點讓reader 就覺得說 欸 喔 讀到這邊 我很有興趣去讀下一段 是什麼意思 好 然後這第二段 好 那 其實這些都是細節 只是slide之後可以去看 好 那 因為這篇paper 是有關是一個新的方法 新的方法 帶來新的結果 所以 變成說 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我們先要 先讓讀者 確定 我們的方法 有哪些假設 或是有哪些錯誤 可能有哪些錯誤 或是正確性是怎樣 所以我們的方法 assumption 是什麼 有什麼假設 對不對 那我們的假設 是對的還是錯的 好 那如果是對的 那為什麼 好 然後最後就是有一個 讓reader 覺得 欸 我們的研究方式 或是這個方法 是正確的 好 那這些就是討論 再來第三段 好 因為我們剛才已經講 欸 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去討論說 這樣的方法是對的 所以我們的發現 跟其他的研究比 好 我說跟其他的那些物種的研究比 好 代表了什麼 好 那這時候已經讓 可能讓讀者知道 欸 我們的方法是正確的 所以我們所得出來的結果 也是正確的 然後這代表了跟其他的物種比 又代表了什麼樣的意義 好 講完之後 有沒有其他的解釋 但是 對不對 我們也不可能就說 欸 重要性 就像我剛才說 這代表 重要性代表這樣子 但是有沒有可能有其他的解釋 B或C或D 好 所以這邊就會想 欸 而且是有點不太一樣 我們講 one possible contributor to this discrepancy 是什麼意思 欸 解釋完了 讀者或是我們自己 都覺得這樣是OK的 那我們再一次去訴訟 我們結果的重要性 那也可以繼續帶入下一段 然後 我們甚至可以討論 我們的研究方法 讓我們的發現更加精確 然後我們這邊當然會說 我們分析了 這是active 不是passive to a geologically independent population allowing us to assess 還有repeability of parameter estimates 好 然後當然 再來就是說 有沒有可能有其他的解釋 好 但是 到最後 討論之後 對 是不太可能的 因為什麼 好 所以一直去emphasize 我們 這個方法的正確性 跟重要性 好 然後再來 最重要的結果 竟然是第五段 因為 這個方法是新的方法 所以二三四段 其實都在討論 我們的方法是多 呃 不太可能是錯的 好 就算是有可能 因為這樣演化的過程 A或B 造成我們這個parameter estimate 但是我們都一一把它的去掉 去除掉 好 結果是什麼 第五段的一開始 是這樣 好 它的局限性是什麼 好 很重要的 結果講出來了 然後 它的局限性 再來 這樣 有沒有其他的解釋 再來 未來的研究 如何去 繼續 探討這個 東西 好 那基本上是這樣子 然後在最後 其他的研究又發現了什麼 好 好 然後這一段 接下來這一段 基本上已經確定了 第一個方法正確 第二個 我們這個研究方法 所預測出來的結果 非常非常重要 好 開始講了 現在目前這個領域 至少 那時候 目前是做到哪裡 對不對 然後有什麼樣的結果 然後 有相似的結果 跟我們的比 是怎麼樣 原因是什麼 好 但是 可以去探討 可能是不同 演化的 scenario 去發生 代表這些 Paramid出現的原因 然後再次講我們的結果 很重要 那最後一段 最後一段是 都已經把最重要的講完了 但是還是有一些重要結果 那這個就是嘗試把它 放在一段裡面 我們也發現了這些東西 很重要 好 但是讀者會不會讀到這個 不知道 因為他可能讀到第一段 第二段 都已經得到他想要得到 那這個排列性 重要性 有時候也是很重要 那你在寫的時候 最難的就是這些 好 再來是另外一篇 就是 第二篇 這個是 比較像伯后 的寫法 就是什麼東西都是很盡確 那 Discussion寫好的 一個好處就是說 誒 之後發表還是怎樣 把它直接轉成中文 還是怎樣 就是非常的 簡單 因為你的Logic 你的Experimental Setup 都是已經是很 算是一個很Flow的這樣下去 好 那 這是Discussion的第一段 我們第一句直接把最重要的結果講出來 然後 然後 這個有點像 我剛才說 如果寫不好 真的會蠻無聊的 我們直接想說 為什麼重要 我們發現了什麼 為什麼重要 然後 跟其他的比 然後再來 另外一個重要結果 然後為什麼重要 另外一個重要結果 然後為什麼重要 另外一個重要結果 為什麼重要 這樣一段把它寫完 然後 第二段 我們是直接口語的說 我們的結果代表什麼 我們做的這些東西 Population Genomics Analysis or P Noxius suggest that it is a hypervariable species 我們result已經有很多東西 代表它是很hypervariable 然後我們也是做了很多 精確的 estimate 那我們這邊就是直接跳過那一部分 我們就說 結果代表這個 那 證據是什麼 繼續寫下去 然後 為什麼重要 然後 寫完之後 知道這些之後 可以做什麼 因為這是一個病 病原菌 所以 了解這些 這一個mode之後 又可以做出什麼樣的後續 然後再來第三段 研究的重要性 我們的研究的目的 結果代表什麼 更多的證據去支持它 但是 有沒有別的推論 或是其他支持 或是反對這推論的研究 好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那你也可以看到兩個style 或是每一篇paper 看它的結果 或是看它的那個 時間或是經驗 其實都會不太一樣 那 這也算是一個learning process 因為 這個也是 欸 我去年也是被review 墊得超慘 就是 我那時候寫了一篇 我那時候放了一句 就是說 這是我們 這是第一次 This is the first report to our knowledge 就是 我們所認知的 然後 然後 一個真菌怎麼 怎麼去regulate 它的transcripton 然後 at different stage 去host in nature 在野外 他怎麼 用它的那個轉入體 去 去 我們怎麼去了解 一個真菌 在樹的樹組上面 感染的時候的轉入體 那reviewer直接說 這是unfortunate 對 因為 他說 這種priority 或是 戰地盤的statement 就是 priority 是 其實是 其實是不對的 然後 這個statement 也是 整個會 overstate 的data 那 其實 後來看呢 其實也是 所以reviewer 其實是 對的 然後 再來就是 其實 這個是還 我是倒是覺得是還好 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覺得我做錯的就是 我完完全全少讀到這一篇 就是2012的 他們做的研究其實也是非常相近 所以他們也其實算是第一個 然後也是做的比較像 那這個代表什麼 代表 至少 至少在 背景上面 我對我 對我 這一部分的研究 是沒有到那麼透徹 因為我少讀了這一篇 我如果讀了這一篇 我如果讀了這一篇 我的討論 我的 discussion 就會寫的不一樣 那這個就是一個研究者 本身的錯誤 他背景 或是對這個研究 就沒有到那麼透徹 那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點 但是當然reviewer也是 也是 very very useful 他們直接 會說 欸 這個data是很有趣的 然後 這個 好像 好像作者都沒有 好像沒有找到這些東西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再討論 更多加這一點東西 然後 他又site了一篇 就是說 1987 呃 不是 沒有在這邊 1987年有人做了這個東西 然後 有人做了這個東西 然後 也發現了這個 這個現象 那這個有兩點 第一個就是 欸 我們可以知道這個reviewer是誰 因為 看這篇paper 就知道是誰寫的 這樣子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欸 他覺得很有趣 然後是可以 再把這個重要性 再去做更 更深一層的討論 那這個對到最後paper的 整個完成 最後的final version 是很大幫助 好 那 還有嗎 欸其實就這樣子 那 additional reference 好 這邊其實他有很多 網路上有非常非常多的example 那 有些是 有一些也是有一些範例 好 然後有些是偏生意 那 可是我覺得那個某一方面是比較 啊 有點細節 好 應該是說 你還是要回歸到你的研究 如果你的discussion很難寫的話 好 可能就是哪邊的logic真的有點出問題還是怎麼樣 或者是說 比較難的就是說 你怎麼去整理的 你的result 好 然後 讓讀者去讀 就會覺得 欸這個是 這個是很有趣 這 這一方面是比較難的 好 這邊有什麼問題嗎 請問 請問 是因為我們 還是我們原本做的研究 是用中文的 寫入 然後我們想要 把它整理成英文的 投稿的期間這樣 對 從中文轉換到英文的過程上 就是我覺得那個困難 是在那種 語言上面的那種 轉換這樣 不知道老師有沒有什麼建議這樣 就是 或者說 這種 那也許我們的架構都是 思維的中文 可是 造英文的 方式 它可能不行這樣 所以 所以 寫入上面有什麼建議 其實 OK 先說我中文英文 可能都不是很好 但是 我覺得 中文也有起承轉合 對不對 或者是說 或者是說 你做研究的時候 然後 它的 logic 其實 不管是中文英文 它其實 不應該是靠語言 你應該是照你science 我不是說 做實驗的那個時間點 而是說 你怎麼做實驗的 講說是怎樣 然後 你發現了什麼 這代表了什麼 的這樣架構去寫 那這樣我倒是覺得 中文跟英文其實是 沒有什麼差別 對 那我也是覺得說 不管是中文或英文 他至少寫science的架構 應該是一樣的 那這個當然 每個人會有 不太一樣的 那再回到你的 比較 specific的問題 就是說 那個轉接 就是 一段到另外一段 或是說 那個連結還是怎麼樣 那些細節 應該要是怎麼看 嗯 我 我可以建 那這個就是 比較變成說 寫作的那個Style 那我 我本人 我本人最喜歡的那一本書 就是那個 Element of Style 那一本 我不知道那一本 對 我不知道 對 那個我忘記做的是誰 可是那一本 那一本是 是我一直到現在 都還在翻的書 它就是一本小小的 然後 就是 可能幾十頁而已吧 就是說英文到底要怎麼寫 連結的句子要怎麼寫 然後那本對我到現在 都還是非常的有用 這樣子 所以就是 直接把咒文 假設我們有照的 我其實就要咒文 反了一本 這樣子 就可以了嗎 嗯 我不知道 這隻我 因為我大部分 都是英反中 然後 嗯 嗯 嗯 這一點我倒是 不太知道 對 我也 如果是我的話 如果是我的話 我可能會直接重寫 就是直接看結果 是怎麼樣 直接寫 因為有時候中文 所代表的意義 翻到英文書面 又不太一樣 對 但是那是我 但我也不知道 然後 比較正確的方法 是什麼 好 剛剛前面有說 就是那個 第三個 就是有一種 寫法式 它有很多個 分成很多個result 這樣子 就是說 你說 你覺得那一種 比較沒有那麼好 可是像 因為我的題目 就是會有設很多假說 就是 可能有六合五個假說 那我就會變成說 我就會猜成 一個假說 就有一個result 去顯示它 這樣子 那如果 像是有很多假說 應該要出現 可以讓它比較 就連結在一起 好 那我先問好 這個假說 完完全都是獨立的 有的有相關 所以我會把它寫一起 可是有的就是非常獨立的那一種 那那個假說 那那個假說是因為就是說 就是 為了題目而去設 還是說 這個如果說要讀 你說剛才有點相關的 這樣說好就是 你一定有一個一開始最大的問題 對不對 然後你有幾個假說 那有些假說一定是有相連的 對 那你那些很獨立的假說 是因為這個大的問題 而去做的 還是說 你在做ABC的時候 會延伸出D或E 這個假說 是因為這個大的問題 因為我做的是 就是台灣以我的交配教師 有什麼樣的功能 所以它就是會有很多不同的 去預測說 到底是有什麼樣的情況 然後可能 就是有沒有可能支持這個假說 或不支持這個假說 這樣 所以有的就有的 可能就是都跟排卵有關 所以那幾個就會比較想像 可是有的就是 完全就是不一樣 這邊的話 就是OK 應該是說 如果這樣子的話 架構也可能就是這樣子 對不對 沒有嘛 可是你還是可以說 我的意思是說 你還是可以做連結 就是說 不是說 你突然放進一個東西 然後它是很牛馬 不及相關的東西 然後人家就會覺得說 你真的就是兩個東西 抽在一起 這樣 對不對 你當然一個 discussion 你可以說 然後 假設第一部分是排卵有關的 那這個已經講完了之後 那你第二段當然會說 你還是要說 或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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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在看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對不對 那 這些又更 可以再說 還是說 有完全是不一樣的 你做這些的話是不是更支持你整個很大的那個問題的答案 還是說它就是完完全全另外一個題目 如果都是像你說一個大問題的話 那我覺得這個是可以連結的 是以那個大的題目來連結這樣子 我可以問一下嗎 你所在有一個聲音指的是同樣的聲音 那現在在看什麼聲音 同樣的聲音 那我姊姊覺得就是說你都有結果嗎 是嗎 那你的結果你的討論裡面應該是把 支持不支持的分開來 然後你就不用每個都討論了 就你的數據至少是不能推翻哪些假數 對 你難道連那個就是說明顯的不溫和的東西 你也要說為什麼不溫和嗎 對通常你會說就是說 嗯 OK 對我剛剛可能有點會說 就是 那你當然會說 假設你會說最 最support的那個hypothese是代表什麼 那這個最support的跟你一開始建立的那個問題 到底是對的還是錯的這樣子 對 那個假說 是每個兩個 每個之間都是獨立的嗎 沒有每個 就是有什麼相關的 就是我的獨立就是它的 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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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 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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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 我 你講 是不是 我的 我們這類的研究員經常會問一個Trade的Function,這種體驗蠻多,然後它的Function就會有各種解釋,每個解釋都是聽你講說的問題,可是因為我們很少相信,我們非常少相信一個Trade只有一個問題,所以我才會想先問你自己覺得你的加速體質如何, 因為如果你假如你本身沒有那麼好之後,它就會影響很後面,你要怎麼去面對所有的政策經驗,因為說不定會有兩個想說都可以成立,然後可是說不定要在乎的是這兩個Function,怎麼去POP,怎麼去共同的作用,因為如果說它也成立,也成立,所以呢,你反而個別寫了之後,又沒有真的去討論任何一個Trade之間的生意, 如果說不定要在乎的是這兩個Function,譬如說,無邊的釋放,可能有警戒,有溫度條件,還有性格的三個功能,結果呢,你分別做的這三個,這三個功能都會成立,那你分別討論之後,並沒有顯示出它就是一個Multiple Publishing那種東西啊,怎樣了解,結果你分別討論之後,並沒有讓你這件事情弄得更清楚,反而不會讓人家學人說說, 你這樣分別討論,是不是其實是因為你開始的架說,就沒有那麼完備,而且會說你問的問題不夠精準,就是它都有可能跟請問你在問的是,或是你要問的更精準,因為它在哪裏,性格,或者是證券,或者是什麼樣的,那也是什麼假設,這個時候,你是不是也不用測怎麼過,最後的Disccussion,你不用錢,這麼多愛, 你不用錢,你要回頭去,去Publish,再發一次, 你要回頭去Publish,再發一次, 還有什麼問題嗎? 還有什麼問題嗎? 好,沒的話,那就下個吧! 我的問題是可以嗎? 你的問題是真的假設是說...... 嗯... 唯有捷就還好嗎? 那... 你為什麼... 很難看,我會怎麼樣? 又欸這個問題是... 我還是不要... 我還是有此理解是, 我還是有此理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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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問題 又是有此理解是... 我還是有此理解, 字幕 李宗盛